8月16日,江苏速迁牧阳县的群众发现一件事,近两个月来,天天都有大量废弃棺木被拉到当地, 而在牧阳县丧须镇的一个院子里,堆放了大量的木板,这些木板都被喷上了漆,有黑色也有红色,看上去就是棺木,而有知情人告知,这些木板就是棺木上拆解下来的,棺木开出来的木方,1000元一吨,卖到厂里做成装潢板,可以卖到3000多,而这么多的棺木又是从哪里来的,全都是外地实行殡葬改革, 实行火葬不再用传统的土葬,所以那些已经做好的棺材,都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,有人看到了商机,从而大量收购,意图牟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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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